這個八年給自己幾分 成績是給別人打的 我們只是盡力而已 由柯文哲市長帶領的市政團隊 將在任期兼滿卸任 一級機關政務首長感觸良多 回顧市政成果相當繁雜 也充滿挑戰 仍期許台北交棒後持續前進 留下合影畢業照 尤其是在市長改造的部分 一定會成為將在記住 整個台北發展中很重要的一頁 過去十幾二十年來沒有推動的市場 在市場的推動之下 我們很辛苦的把它完成 而且陸陸續續都已經進行改建 我記得第一個安置到市場 市場在上任過年的時候 去看著現場 就直接要求說 一個月就要把它拆解 那個時候我當天回去真的睡不著覺 因為我過去曾經推動過文藝院 我有那樣的經驗 在超過50%以上仍然 住戶不想改建的情況下 做這件事情 其實它的難度會很高 但是我們最後 我們用盡了各種的手段 那麼住戶在還不曉得 未來改建是什麼樣的情況下 竟然可以辦歡送會 一起來歡迎說我們離開 要進行一個迎接新的未來 那一天市長其實是從中安部回來 市長就問我說怎麼回事 都還不曉得未來是什麼樣子 就要辦歡送會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 這些所有的點點滴滴 其實都因為市長的支持 讓還有很多事務團隊的 共同的合作努力 讓我們有機會創造一個新的典換 事實上我好像加入市長的研究室 就是我們柯教授的研究室 然後做四年的博士後研究 那每天跟他開會就像 是跟指導教授報告論文進度一樣的緊張 先怕自己準備不周 然後進度不如預期 然後被釀被釘在白板上 那事實上每天的成會 也看到很多同學 也都被釘在上面 那我們都是如履薄冰 戰戰進進 那因為我們柯教授 他擁有我們指導教授的所有特質 就是特別聰明 而且也特別的有批判 那也特別的固執 那我想這些也都是造就我們有一些 不錯研究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我們在整個數位轉型上面 我們台北市不管在智慧城市 大數據中心 還有包含我們 推出了台北通的整合生態系 還有我們用台北ON 這個把我們的公務生態系 也把它建立起來 那最重要的我們把公部門裡面 最繁複的公文跟核銷也都數位化了 我想這些都是便利在我們台灣公部門的一個很新的一個里程碑 其實八年來市長每天都參加成會 那我想這個其實對於市政你要有一定的熱情 還有一定的堅持才能夠做到 這我覺得這樣子的精神其實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那這四年以來 我其實以身為台北市政府財政局長為榮 那財政其實是市政的基礎 那市長很重視的是精實管理跟落實財政紀律 那這八年來 我們其實整個市府的團隊 大家都很努力的在開闢我們的財源 那包括我們有房地稅制的改革 還有我們做了很多的招商 還有我們一直在活化我們的室友財產 不只在稅入面我們很積極 在支出面我們其實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建設 那做了這些之後 我們還能夠還債570億元 我想這個是很棒的 我在市政府服務 29年 畢經六個市長 從來每個市長 一上任以後 到我們特殊學校 四個特殊學校 柯市長 在上任第一任的半年內 就到四個學校去參訪 回來以後 就指定一個 這是先進國家都沒有做到的 就是 對侵入學生的照顧 醫療照顧 我們現在已經有四個學校 在從事這方面的醫療照顧 侵入性的喔 學校老師都很緊張 但市長說 拜託 衛生局 我們可以醫護人員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有四個學校 在從事這方面的照顧 市長 是 煩喔 實在是 還當市長的發言 怎麼 跟市長每天早上起的門開位 是 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已經 被訓練到6點25分就會起床 把6點30分的鬧鐘按掉 是一種職業商談 那市長總是希望我們把事情 除了做好之外 還要再想 之後能夠 怎麼樣做得更好 那 觀察局這幾年 也謝謝市長的信任 因為 我們在很多大型活動上 總是求新求變 但市長從來不會 認為我們做的哪邊不好 他只會問我們下一次怎麼做會更好 那市長也是非常嚴厲的掌管 這是真的 我還記得 防疫確診的那個 確診的那個 旅館要找的時候 我跟黃副總 在外面就是 每天晚上真的是 最怕接到 珊珊的電話 或黃副總的電話說 房間不夠 所以我們每天晚上 就要再找房間 找到 然後凌晨一兩點 然後隔天市長就立刻去看 就是這種 一天內就把所有事情完成的事情 其實是很感謝市長相信我們 然後我們把 跟同仁一起把這任務完成 第一個 各位知道小燈泡事件 當社會一片 畫涼畫拍的時候 只有柯文哲 交代的是社會安全網 全台灣 投一個做社會安全網 其實是台北市 我們也很開心 因為台北市做 所以中央跟進 當全台灣所有的首長 一直在拚公託一點要四十個 四十個開幕很開心 很疼愛的時候 只有台北市政府 因為都市的特色 要求當時的徐立民局長 要去那個十二的 就在社區旁邊 當缺疫苗的時候 只有怪財 想到的是 街友是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鑽台灣 有一個感覺 我怕疫苗的是台北市 凡此種種 對一個醫生來講 對一個市長來講 可以做很多請問的事情 但是 騙你社會教育立場 其實市長 每一步的做法 他都交代我們 我們必須承認世界不美好 所以弱勢存在 一定要對六十個角度出門 台北市長柯文哲執政八年 總是想著要留下 什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 用於改變 每天都解決一些問題 累積起來 城市就在進步 超越許多國際城市 我們成功的推動了市場改建 完成了最困難的 斯文里山群公版都革命 我們建立了公民參與的機制 讓市民朋友可以參與政策的規劃 我們已經完成了超過一百座的 共同市公園跟遊戲場 打造了族群跟世代共同的社會 我們蓋了兩萬戶的社會住宅 推動多元的社會住宅政策 讓每個人有安全跟可負擔的房子可住 我們重建了台北市的財政距離 完善五百七十億 讓台北有更健康的財政結構 我們制定了完善的慢老政策 讓長者有健保的補助 以及更好的社區醫療照合品質 台北市有最完整的幼托政策 我們讓青年父母可以勇敢成家 有一個可以安心養育兒女的環境 我們持續推動城市與產業的創新政策 給年輕人創造一個不用害怕失敗的環境 這些年來台北已經不一樣了 這些成就的背後 是所有市民朋友的默默支持 還有我們事物同仁的努力不懈 謝謝你們讓這些改變得以成真 是你們讓我們找回城市的光榮感 市政工作相當緩雜 也充滿了許多挑戰 我們每天都要面對很多很困難的決定 我也常常告訴自己 我們到底要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台灣 給下一代 我們所改變的現在是下一代的未來 每次想到這一點 很多困難的問題都可以找到最好的解決辦法 柯文哲也替自己的行政團隊打下高分 並總結八年執政留下四個字正職誠信 表示台北以及改變成真 希望能持續發聲 讓市政一棒接一棒繼續努力持續前進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團隊的不想到 隊建議いただ